打開快遞盒的前一秒,我怎麼也不會想到我會在2024年開箱一把來自2021年的鍵盤 這款就是HHKB的靜電用雙模鍵盤,無數網友口中的廢燒神器 同時也是HHKB配列的鼻祖 從上週收到這把鍵盤開始,我就一直在用它來碼字 到現在已經寫了有四篇稿子,包括一個合集,加起來應該有個三萬字了 包括Windows系統和Mac系統都有使用,所以我對它的體驗其實還是滿深度的 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聊一下這把目前售價2699,超高價位的鍵盤 到底是不是日常稅 首先鍵盤一上手,撲面而來的一股OG感 潛惠色的外殼,磨殺強烈的PVT鍵帽,並且背部還有DIP的開關 採用的還是非常傳統的乾電池供電 這些非常掃金的元素堆在一起 還別說這個鍵盤看著給我的新鮮感還是滿強烈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這款鍵盤的外殼做工 那這種出賽紋的塑料外殼在一些面積比較小的地方 是很容易出現那種硬力紋路的 就是外殼看起來會有一塊地方突然打了油一樣 那種賽紋不夠均勻 那HHKB這款鍵盤是完全沒有這種情況的 整體的外觀顏值給我的感覺還是非常高的 給人一種嚴肅工業品的感覺 就是那種十多年前的那種老式的日式電器 這把鍵盤能賣這麼貴的原因 主要還是因為它的軸體靜電永軸 和大家目前比較熟悉的那種阿米洛進的永軸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更接近那種傳統的薄膜鍵盤 正好我這裡有一把薄膜鍵盤 兩個放在一起對比 手感的差別還是滿明顯的 簡單的描述一下就是靜電永軸的大段的手感 之後它還會跟一段小段的線性手感過度 觸底之後會有一定的硬接觸 在大力去敲擊的時候其實還會有一點那種 觸底的確定感 正常的薄膜鍵盤它是會更軟更閃的 大段的手感是從頭延伸到尾 後半段沒有任何過度 觸底的手感也會更軟 這裡借用一下可樂老師的拆解片段 可以看到靜電永軸從內部 除了膠碗還有一圈塔形的彈簧 這裡便是和傳統薄膜鍵盤明顯有差異的地方 一方面是為了增加軸體回彈 另一方面就是為了盡力我們的感應觸發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這款HHKB的鍵盤在長時間碼製的情況下 疲勞程度確實會比搬子機械鍵盤更加的低一些 可能不好說是不是心理作用 但用起來確實會感覺整個過程更加的順暢一些 作為HHKB配列的筆組 它的上手適應成本還是蠻大的 對比常規的配列 左下方的Ctrl是沒了 移到了大寫上方的位置 並且這個Cup和Tab是做到了一起 依靠FN層級來觸發 也就是說我們平時用到的複製和粘貼 從原先的這樣變成了 這樣 這也是我上手最難適應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的話還好 FN移到了右下角 依靠組合鍵可以快速切換這個方向鍵 如果想切換鍵盤的鍵位 在背部這裡有一個DIP按鍵 配合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說明書 可以切換這個Windows Summit模式 也可以把這個Delete改成退格鍵 整體的話操作說明還是比較明瞭的 這個型號它是有驅動的 但是只支持一些很基礎的改建 像捏什麼紅綠字它是沒有的 怎麼說日系產品吧 就是更多的是依靠鍵盤本身的功能來實現 另外我在使用的時候還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這款鍵盤的鍵帽 每一個鍵帽都自帶了一定的出廠打油 那絕對不是因為我用不出來的 是我收到之後每一顆按鍵都有 因為功能區上這些我不常用的鍵位 其實它也會有一點泛亮光 可能和當時的鍵帽工藝有一定的關係 對於這個價位確實是有那麼一點不應該 這把鍵盤的亮點主要還是它獨一份的手感 介於機械軸和傳統的波抹鍵盤之間 就很適合那種玩膩了各種機械軸體的老燒友 它可以給你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嶄新的馬子體驗 價格高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的專利 還是掌握在國外的手裡面 國內的廠商是沒有辦法去仿製的 所以想體驗這種多一份的手感 還真就只有他們家可以考慮 小白的話就不太介意入手 目前機械軸會更值得大家去考慮 好了那是本視頻的全部內容 簡單觀看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同樣是在我的粉質群似乎招領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個贊支持一下 所以廠商都在卷70配列 基本都不帶98%配列往上的鍵盤玩 後臺經常有觀眾私信我 讓我推薦104、108而且低價位預算的鍵盤 我都挺懵逼的 只能去推薦IKVC或者IQ的一些存貨 放到現在都不太能打了 沒什麼性價比 這把R104算是我的超人了 和R87一樣走的是性價比路線 廠商那邊給我的定價 是單色基礎軸版本是139元 RGB的話是219元 加20塊錢可以升級到K黃和K白 再加10塊錢可以升級到K銀軸 如果是單色的版本的話 有21個鍵支持熱插拔 分別是QWER和ASDF 加上方向鍵等幾個大鍵 還有ESC這幾個採用鍵位 RGB的話就是全鍵熱插拔了 如果你不是一個比較發燒的玩家 整天換軸玩 個人是更推薦這個白光的版本 性價比最高 可以獲得和RGB版相同的輸入體驗 21鍵可更換也保證了後續對每個大鍵的DIY需求 鍵盤在外觀方面 右上角是三道槓 末端的話就是直燈 這個雲光的處理做的還是蠻好的 中間的話還有一層光區的分隔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裡可以做成108鍵的版本 這個設計顯得右上角有點空 不太能撐起場面 在外殼的做工上 比R87有一定的進步 說了外殼的消光做的比R87要好很多 我之前上手的R87外殼就有很多地方會泛油光 R104上就沒有這個問題 表面的磨砂紋路平整均勻 質感OK 其他地方的設計就是R87的一個放大板 包括側邊的燈帶以及分層的倒角 正面的斜切 算是這個系列設計的傳承了 鍵帽方面的話因為成本問題 所以說只上了一套AVS雙式的住宿 時間長了肯定會打油 這是不可避免的 FN層級的標記是激光雷雕印上去的 會有比較大概率把制服抹掉 特別是A和S這兩個比較常用的鍵位 要是可以做成刺客的話 在內容性上會更加的優秀一些 我手底這個是K白軸的版本 這個軸跟加爾隆的巨白定位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主打輕壓力的軸體 37克的觸發壓力比巨白還要輕一克 在軸體的數字包括穩定性和順滑度上 我覺得不會比加爾隆的軸體遜色多少 解釋這款鍵盤性價比的一個頂梁柱 鍵盤的大鍵方面 不出意料的用上了RK的新版微星軸 也就是R87的同款 除了卡的實在有點緊不太好拆以外 各方面都是這個價位 甚至在往上一個價位都無敵的水平 如果到手發現有點肉 很大可能是鍵帽沒有安裝好 兩邊稍微按一下就完事了 至於鍵盤的拆解 我勸大家斷了這個念頭 這把鍵盤的卡扣非常非常的緊 而且上蓋和底殼結合縫隙非常窄 如果想要無損拆解是非常有難度的 我拆開之後上蓋基本上就是一個暫損的狀態了 內部的結構和R87高度相似 中間用了EVA的填充 底下也有做底棉 更換成了這個九指的軸座 之前呢是TDC的 壽命方面現在還沒有辦法說 無論是什麼軸座 只要小心使用 一般是不會太容易出現問題的 在側邊做了幾個斜切的倒角 用來放置側邊的天面燈 這個側面燈光甚至比主鍵區的還要亮一些 拆解部分就看到這裡 這把鍵盤出來的意義對於這個市場來說還是蠻重要的 填補了低價位全尺寸鍵盤的一個空缺 而且外格的做工對比R87甚至還有一定的進步 價格方面也沒有高多少 同配置比R87貴了30塊錢 軸體的話我個人是推薦K白和K銀軸 我之前體驗K黃的順滑度 感覺是要比這個K白差一些的 也有可能是RK安卓充的做了一些升級也說不準 鍵盤最快會在這個月底或者雙11之前上架 如果有大比例需求的話 既然還是等一等 這個鍵盤絕對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好了 按下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觀看 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與馬上有限 contemporary之路的